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每日頭條 我是薛然 今天是美東時間1月19號 星期四 來看今天有哪些最新的消息 據大陸網易號名為軍武大郎的消息 19號歐盟議會針對一項俄羅斯在烏克蘭的罪行和侵略的責任 是否同意將普京送上國際法庭的決議進行了表決 經過投票 以472票贊成 19票反對的結果通過了這個決議 而俄羅斯大使館突然發文意外的引起全球嘩然 直接打臉了普京 近期 中國的網絡上對俄乌態度已經悄然轉向 有江蘇網友說這是正義之聲 獲得了89人頂帖 陝西的網友表示 下一步提交聯大 獲得26人的頂帖 而網易號則問道 下一個會不會是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 此外 俄羅斯官網發布了一條消息 也讓普京很難堪 18號 俄羅斯駐瑞典大使館發推文 用一張圖解釋歐洲各國家汽油的成本價格 不過從圖像顯示 俄國竟然將克里米亞和頓巴斯地區歸類為烏克蘭疆土 這個俄國認為的疏失也隨即被CNBC以提為 俄國大使館發文的地圖顯示 克里米亞是烏克蘭的一部分報導 貼文目前已經有超過700萬次的瀏覽 隨後引來網友的喝彩 感謝大使館的認證 還請你提醒普京一下 結束這場十惡不赦的戰爭 還有的表示 熔登2023年最有趣的貼文 小編要被開除了 目前斯德哥爾摩的俄羅斯大使館並沒有將貼文撤下 也沒有做任何的回應 克里米亞半島自古以來是兵家的必爭之地 2014年 俄羅斯將克里米亞站為己有 此舉被認為是違反國際法的併吞行為 去年2月份 普京稱烏東頓巴斯地區為兩個獨立共和國 同年9月份舉辦了假公投真掠奪 宣布將頓內此刻在內的烏克蘭境內四個地區納入俄國的版圖 另據路透社的消息 目前有9個國家已經承諾 共同推動向烏克蘭提供前所未有的大規模軍援 其中包括大量主戰車 成員包括英國 愛沙尼亞 波蘭 拉脫維亞 立陶宛 丹麥 捷克 荷蘭和斯洛伐克 近日 烏軍操控無人機飛到了俄軍陣地 疑似用鉤子勾走了無線電 偷了一台隊講機 然後用它竊聽俄軍的通話 長達9天 在19日 俄軍的一處據點被炸 新臺灣國防軍事網爆料 這是烏克蘭第八獨立山地突擊營部隊 似乎以標槍導彈打進俄軍陣地引爆彈藥 造成史詩般的大爆炸 同天有推特的消息顯示 俄國因為害怕烏軍新款無人機突擊莫斯科 俄軍以超大型吊車試圖將整輛的防空導彈 都搬到俄羅斯國防部大樓樓頂布防 與俄羅斯國防部內訓逐漸搬上檯面的瓦格納用兵集團負責人普里格金19日則說 烏克蘭軍隊形勢明確且融洽 我們可以向他們學習的地方有很多 普里格金曾多次批評俄軍的高層無能 18日 他再度批評俄國國防部限制戰場上使用個人電子設備 他表示 這些設備是現代戰爭所需 與社會脫節的官員必須隨著現代戰爭的進展一起進步 美國軍事智庫戰爭研究所分析指出 普里格金越來越敢於出言 批評俄羅斯國防部 目前國防部還在努力淡化瓦格納在蘇勒達爾戰役的角色 不過 普里格金意在拉抬自己 成為俄國在烏克蘭戰時的代表人物 您對於中國網絡上對俄烏態度悄然轉向一事 怎麼看呢? 歡迎在評論區留言 近日不斷的有消息傳出 稱中共病毒正在中國農村地區迅速的蔓延 伴隨著白費病例大量的湧現 因為農村醫療條件有限 大批的老人因為得不到救治而離世 這一害人的景象 也從中共官方的宣傳當中得到了印證 當局向農村地區投放大量的血氧儀 一名湖南淮化市的網友透露 淮化周邊很多農村來治病的許多民眾都檢查出白費症狀 但大多數都放棄了治療 儘管能治好也要放棄 因為沒有錢 只能回家 而中共官媒在19日報導表示 中國新年將至 農村的疫情防控變成了大家最關心的問題 老年人的身體抵抗力差 年輕人回村容易造成交叉感染 地方醫院面臨著醫療資源不足和檢測能力匱乏的困境 為農村衛生室配備血氧儀 能夠有效地提升老年人的居家監測能力 一旦發現血氧飽和度異常 就可以立馬溝通村醫 安排去大醫院進行治療 在河南沁陽等地 200臺血氧儀成了新年慰問的禮品 另據陸媒報導 阿里巴巴7日宣布 捐贈1.25億元 用於為全國60多萬個村衛生室 每個配備2臺血氧儀 共計100萬臺 在中國新年前送達 但事實上 血氧儀只能解決白肺的監測問題 只能知道是得了白肺 但更重要的是治療 而農村地區沒有這樣的醫療手段 必須要去縣級 甚至是市級的醫院 才能有這樣的治療條件 許多農村地區的農民極度的貧困 根本沒有錢 也就無法醫治 各地網友在微博發帖披露了一些情況 有網友表示 已經知道農村親戚走了一堆 工廠裡面300人一起羊 兩個重症白費 老家農村 十里八村的 每個村都有老人 因為新冠疫情去世 德國《世界報》的報導表示 去年2月份以來 烏克蘭臨近的國家保加利亞一直沒有明確表態支持烏克蘭 也從未對烏克蘭提供過武器 但這個國家在近期被曝光 承擔了默默援助基輔的無名英雄的角色 《世界報》提到 早在去年4月份 保加利亞總理佩特科夫訪問烏克蘭以前 該國就在私下裡啟動了援助計劃 通過進口俄國原油進行提煉並提供給烏克蘭 支撐了基輔當局開戰早期需要的燃料與炮彈 熬過了最困難的時期 在這個過程中 保加利亞因為進口俄國原油而飽受輿論的譴責 但她的無私援助切實解決了基輔的燃眉之極 保加利亞提供給烏克蘭的主要產品包括柴油 截至到目前為止 對烏克蘭的石油出口量約佔據國家經濟規模的1% 1月19日 體育界最偉大的競爭盛事之一在沙特利亞德舉行 借助巴黎聖日爾曼與沙特全明星隊的友誼賽 梅西與C羅兩人上演足球界的頂級交鋒 這一賽事已經被中國的球迷親切地稱為足球春晚 作為2023年巡迴賽事的一部分 卡塔爾資助的巴黎聖日爾曼將迎戰由沙特聯盟兩支精英球隊 利亞德勝利納賽爾和利亞德辛悅希拉勒球員組成的隊伍 其中C羅作為隊長出席 在這之前 兩人的上一場較量發生在2020年12月8日 在歐冠小組賽最後一場比賽當中 尤文圖斯以3比0輕取巴塞羅那 對此有大陸的球迷發帖表示 觀看足球聯賽20年 這兩名球員的對決構成了自己的青春 他認為 在將滿38歲的C羅抵達沙特職業聯賽之際 這可能是兩人的最後一次正面交鋒 在這次的友誼賽當中 兩隊人馬都是球星雲集 因此幾乎所有的球迷都對這次的賽事非常的關注 同時 這場比賽也是斯以羅自去年11月份離開曼聯以來的首秀 這位巨星在全球範圍內擁有超過5.3億的Instagram粉絲 作為葡萄牙隊的隊長 斯以羅在世界杯八強西敗之後 在未進行其他的比賽 他的對新動向獲得了粉絲的迫切關注 在這之前 斯以羅加盟沙特利亞德勝利歡迎儀式的視頻 透過國際40個頻道與網絡轉播之後 獲得了30億次的觀看量 反映出這位世界巨星的影響非常可觀 這場比賽最終以5比4的激烈局面結束 巴黎聖日爾曼以一球的優勢贏得了這場友誼賽 梅西攻入了首枚進球 斯以羅以沒開二度完成沙特的首輪比賽 賽程中途拼搶激烈 巴黎聖日爾曼被紅牌罰下一人 斯以羅因為門前針頂而臉上掛彩 雙方全明星陣容有來有往 對此有網友評論說 世界杯都沒有今天要素全棋 本輪足球比賽精彩分成 1月18日 中華民國臺灣副總統賴清德正式接任民進黨主席 他在就任典禮上表示 他認為沒有另外再宣布臺灣獨立的必要 原因是臺灣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未來他也將會堅持蔡英文總統 四個堅持的兩岸立場 由於賴清德很可能代表民進黨 在2024年角逐總統大位 所以他對兩岸的關係 以及統獨的問題的看法特別引人注目 與民進黨以往抗中寶臺主張不同的是 賴清德日前在參選民進黨主席政見發表會中 提出了和平寶臺的主張 外界認為基於近年美中戰略對抗 國際政治格局 印太區域情勢與兩岸關係動態發展的事實 和平寶臺相較於抗中寶臺的概念更為務實 更有可操作性 臺灣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前院長 余宗基將軍對希望之聲表示 因為中共的認知作戰給臺灣民眾造成民進黨 要將臺灣拖入戰爭的誤解 所以導致民進黨期中選舉慘敗 執政黨所要傳達的是輿論攻防戰線的調整 他表示 親中勢力跟民進黨最大的差異就是 民進黨認為要備戰才能止戰 親中勢力認為就是要跟對外支出善意 要跟對外談和平協議等等 那和平保臺更符合臺灣普遍的民意 策略上可以凸顯 現在是誰要撲壞現狀 誰要撲壞和平 臺灣國防戰略與資源所所長蘇紫雲則認為 承認臺灣是主權獨立國家是臺灣人的共識 務實的臺獨工作者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 要推動臺灣獨立 而是以此來保護臺灣的生存和安全 也有助於內部的團結 1月15日 臺灣一項民意調查報告顯示 2024年臺灣總統選舉 賴清德的支持率高達57.7% 賴清德當選下一任臺灣總統的勝算很大 有觀點認為 由於賴清德的言論 他如果當選恐怕讓美國擔憂 會激化兩岸緊張程度 俞宗基則認為 如果賴清德當選下一任總統 臺灣會受到全世界民主陣營持續的支持和協助 如果中共不改變對臺強硬路線 繼續跟全世界對抗 對中共是絕對不利的 當然臺灣政府可以嘗試和對岸進一步的溝通和接觸 但是主動權在中共國 蘇自雲表示 如果賴清德可以順利的當選 就是新的中華民國總統 那兩岸關係會進行一個結構性的穩固 他的和平保台就是不挑釁不示弱 甚至會生出橄欖枝 不容武力侵犯 那底線原則下其他相關的合作都會盡可能的去發展 以上是希望之聲記者 斐真的採訪報導 這期的每日頭條就到這裡了 歡迎就今天的新聞內容在視頻的下方留言 和我們分享您的看法 如果您喜歡今天節目的話 請別忘記幫助我們訂閱點讚還有轉發 也可以使用特別感謝功能來支持我們 感謝您的支持與收看 下次節目再見 再見